被炸坍塌 另一個角度不同建築 瞬間被移為平地 這場對加薩北部的地面突襲 更是以色列首次在這段時間 派出坦克押近 而且至少有12輛 進軍作戰畫面也公開 排成長龍的坦克大軍 鎖到處目標都被炸得粉碎 以色列宣稱哈馬斯基礎設施 以及藏身民用設施的飛彈發射器 共250多個目標已剷除 以色列媒體說 是以色列宣戰以來 最大規模的地面攻擊 其實行動還是受限 像這樣小規模軍事行動 還會持續數天 總理納坦雅胡說 是要為地面進攻做好準備 我們已經燃爛了火火 我們已經燃爛了千萬的敵人 這就是最初 我們準備了一個地面攻擊 我不會詳細說 如何或多少 地面戰全面進攻 何時開打 怎麼打 以色列的決定 全球關注 TVB的新聞 綜合報導 好 我們看到以色列轟炸加薩走廊 而土耳其一直想居中或旋 到底為什麼呢 我們交給記者韋佳琪 好 以巴衝突 持續延燒 不過我們現在帶您看到的是 以色列發動反攻來做空襲轟炸 而現在土耳其就跳出來 其中斡旋背後的目的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先帶您來看到的是 以色列現在空襲加薩走廊 這個地區已經造成巴勒斯坦 超過7000人死亡 那麼包括了荷蘭的首相呂特說 以色列的確有必要鎮除哈馬斯 但是必須要把平民的犧牲 應該要降到最低才是 就連比利時的首相德克羅也說 以色列有權防禦 但是你不能阻止這些人道的物資 進入到加薩去救援呢 而我們帶您看到的是現在 土耳其總統二段突然跳出來 大喊說要不要擔保模式 由大國來共管 那麼現在要打破美國跟伊朗的 對立情況 那麼有人就認為他在 勉強話語權了 還有掩護跟以色列軍事的合作 想要樹立一個調節人的威望 那他一邊批評以色列 一邊又斡旋尾巴衝突 雙重奏 但其實我們但已經看到的是 在土耳其 已經跟以色列建交了 所以他當然不擔心衝突 來波及到他 那麼現在用這樣子的實用主義外交 對於土耳其來講 根本是利大於弊 也難怪他現在在背後 要來積極斡旋 推動這一個他的大國單保模式 好 我們再看到加薩南部城市 週四是再遭以色列轟炸 有小女孩邊哭邊逃 還有小朋友在廢墟中無助大哭 轟炸過後滿地瓦利 這家人從廢墟中逃了出來 小女孩抱著芭比娃娃一臉驚嚇 手上還沾血 加薩南部城市甘油尼斯 在路遭到以色列猛烈狂轟 幸存的民眾或貴或趴 在瓦利堆中徒手狂挖 廢墟裡女孩不停啜氣 沒想到一覺醒來家卻沒了 這位幸存的小女孩 甚至對著鏡頭祈求 醫院裡湧入大量傷患 受傷的婦女在單架上 好在孩子毫髮無傷 不過這戶人家就沒有這麼幸運 這位叔叔替植子教區 控訴以色列暴力圍困 讓他的家人得不到藥而上命 以色列拍影片自清 稱當地燃料和所有資源 都夠平民使用 只是加薩由哈馬斯掌控 哈馬斯不給平民 以色列不該背鍋 TVP的新聞 最後報導 好 我們持續帶觀眾朋友來分析 以色列對加薩走廊的地面戰 蓄勢待發 但到底為何非戰不可呢 我們再交給家綺 好 那麼現在以色列反攻 可以說是力道越來越大 不過大家就很好奇 這以色列怎麼那麼有底氣 原來是背後由美國當靠山 所以以色列揚言要報復到底 只不過現在在以色列內部 也有兩派的聲音 我們等於看到的是 總理納坦雅虎 他現在進攻加薩的態度 似乎比較強硬 因為他要保住 右翼選民的基本盤 不過我們等於看到的是 前以色列的防長 甘次就講到了 必須要有善後的計畫 你才可以發動攻勢 但是現任的防長 似乎不這麼想 他認為應該要快攻 而且發動的地面進攻 就是已經是預定的版本了 但是遭到了總理納坦雅虎的反對 而現在 現在就連美國總統拜登 他都示意了 他說應該要等釋放人質之後 你再來做全面的進攻 美國的國務卿布林肯也講到 在安理會表明 人道主義暫停火之後 為了保護加薩平民 你應該把他納入你的考慮 跟做法裡面去 這樣才比較對 也比較不會遭受到抨擊 不過以色列一旦 如果在這一戰戰敗的話 很有可能就會演變成 美國跟伊朗的美伊中東大戰 那麼唯一的威脅就是哈馬斯以外的 非國家軍事力量 接下來可能會演變成 以色列對於穆斯林的戰鬥 好 講到人質 以色列說哈馬斯手上 還有224位的人質 而擔心人質的安危 所以世界衛生組織也呼籲 要立即釋放人質 相關訊息我們再交給家綺 好 沒有錯 因為現在還有一些人質 還在這哈馬斯的手上 那麼現在他們就呼籲了 趕快釋放人質吧 畢竟他們是無辜的 我們就帶你來看到這樣的數字 以色列說哈馬斯 他們加持的220名人質裡面 有138個人持有外國護照 換句話說 這些人都是外國人 來自25個國家 那麼包括了泰國 阿根廷 德國 美國 法國等等 那麼泰國是以色列 最大的移工來源 所以裡面有很多的泰國人 人質占最多的就是泰國跟尼泊爾人 不過現在世界衛生組織就說了 他們很擔心這些人質 被瑕疵之後的健康狀況 譚德塞甚至直接說了 俘虜者有迫切的批藥 能來提供這些人質的生命跡象 以及獲得醫療照顧的證據 要確保他們健康是無余的 並依照人道跟健康考量 立即把這些人給釋放出來 而現在世衛也隨時待命 等著來提供一些需要的東西 那麼紅十字會也會提供需要的衛生資源 只要需要他們隨時都在 好以色列軍方現在堅稱會進攻加薩 地面戰一定會打 不過以色列內部卻傳出了意見分歧 因為擔心會影響國際震驚的局勢 在附近的哈馬斯民兵發現 果斷回應乙軍的入侵行為 成功摧毀部分敵方據點和裝備之後 才返回基地接受戰備補給 哈馬斯更透露 他們已經截獲相關情報 研判乙軍有可能在近期發動 規模更大的地面戰 不過民兵組織已經做好了部署 隨時迎戰試圖入侵的以色列部隊 哈馬斯宣稱已經準備好了 指的就是這類城市巷戰的演練 模擬以色列在加薩展開地面行動後 民兵組織要採取什麼樣的粉絲作為 武裝分隊除了迅速攻入 以色列的戰地指揮所之外 更活捉假扮成乙軍的士兵 國際間分析 哈馬斯公布巷戰演練影片的目的 是警告以色列和美國 千萬不要小看 哈馬斯武裝民兵的實力 因為他們經過無數次的演練 有勇氣面對一切軍事挑釁 不願脫樓市民的消息人士表示 哈馬斯長期在一些秘密基地 訓練民兵 尤其重視敵後突襲的武裝行動 參與演練的民兵人數 有時候更多達上百人 加強敵就是以色列國防軍 而且還會打造近似於屯肯區內 以色列軍事基地的環境 好讓民兵在展開襲擊時 不會因為進入到陌生環境 導致行動失利 消息人士進一步指出 就以這次震驚國際的攻擊事件為例 哈馬斯至少部署了1000人 血洗多個猶太社區或軍事基地 並且綁架好幾百名外籍 或以色列軍民當成人質 作為談判籌碼 牽制以色列對加薩發動地面戰的計劃 即便以色列軍方堅稱地面戰一定會打 而且美國也派出 由擅長城市巷戰的陸戰隊中將 葛林所組成的顧問團 協助指導部隊訓練工作 但是以色列政界人士 對於何時展開地面戰 似乎還沒有達成共識 尤其國際間也對此出現正反兩面的聲音 曾經三度獲得普利茲新聞獎 同時也是紐約時報著名專欄作家的弗里曼 也發表一篇標題是 為什麼佔領加薩對以色列來說 是不明智的分析文章 內容列舉了許多案例 說明以色列想要一勞永逸 解除來自加薩的威脅並不實際 因為從美國長期處理中東問題上 已經有了答案 就是以色列盛戰運動從來沒有被完全化解 如果以色列指引要以軍事行動進入加薩 那麼不但會讓以色列受困在 難以脫身的尼納中 還有可能把美國捲入到 另一場中東戰爭 其中最關鍵的因素就在於伊朗 只要以色列陷在加薩 就是伊朗最想看到的結果 弗里曼認為 以色列若是在這個全球人口 最稠密的地區發動城市戰 等於是親手扼殺自身的經濟力量 和國際地位 這戰爭在加薩的時代 It's unprecedented, and the Israeli army has stated that from day one, that it's not going to be like any other incursion into Gaza. So they are preparing the Israeli population for very high losses for the Israelis. In the immediate, it is sadly the actions that Israel needs to take in the immediate to try to eliminate the terrorist militia leadership of Hamas. But you have to at the same time be considering what do you do the day after? Who runs Gaza? How do we get to a place where Gaza and the West Bank and Palestinians who live in both places have the hope for a better future? We are all Paliscians We are all Paliscians Occupation is a crime Callu-Kalala 聲援加薩 全球各地掀起支持巴勒斯坦百姓的活動 抗議以色列對加薩居民採取無差別待遇的大規模軍事報復 有別於以往的情況是 過去尾巴發生衝突時 國際間幾乎聽不到聲援巴勒斯坦的言論 或是替巴勒斯坦人打抱不平的舉動 絕大多數是譴責哈馬斯要為暴力衝突負起責任 但是這一次情況大不同 歐洲各國出現了反猶太主義的聲浪 美國校園甚至出現由學生團體組成的聯盟發表聲明 要求以色列政府停止對巴勒斯坦人的壓迫 同時呼籲校方為了學生的安全 必須隱藏學生團體的名稱 哈佛大學國際關係教授沃爾特更表示 這次的尾巴悲劇證明了美國長期以來 在這個問題上的政策破產 民主和共和兩黨都沒有扮演好一個公平調解人的角色 反而屈服在遊說團體的壓力下 無條件支持以色列 同時逼迫巴勒斯坦領導人 對以色列佔領巴勒斯坦未來建國的土地做出讓步 即便過去美國曾經擁有多次機會 可以徹底結束以巴衝突 但是都被當時的執政黨視而不見 儘管以巴恩怨說來話長 但是美國的介入並沒有和緩雙方的高度緊張 反倒因為過於明顯的立場傾斜 為這次悲劇埋下了一發不可收拾的導火線 學者認為 雖然以色列極有可能在地面戰中躲下加薩 但是能不能全數殲滅阿瑪斯武裝民兵 卻沒人敢打包票 萬一殘餘勢力真如各方分析 是以化名為案的方式 繼續和以色列糾纏到底 那麼尾巴之間看不見 鏡頭的洗腰和衝突 就會進入到惡性循環 不斷讓復仇 苦難和不公平 在這個地區一直上演 在下午三點鐘頭條 我們先來看是在雲林陡南 竟然有車子摔車 竟然有車子摔車 這是一輛跑廚伯